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南北亚洲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半决赛的一场比赛 中国队同中华台表决的比赛 我们在之前印度队和伊朗队呢 东道主伊朗队已经是成功的战胜了印度 杀进到了决赛当中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伊朗队在决赛当中来争夺 另外一个争夺这个最后的冠军的归属 刚才第一分这个球啊难度太大了 他能赶硬 现在放得开了 打得很得逞硬手 又来一个 台湾是不是吹了持球了 是好像吹了 后排为例看看再看看 黄起来 又吹了持球 也是 哦吹了二传持球 好球 这个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巧 因为二传的传的这个位置呢 并不是很舒服 四号位的进攻呢 如果你要硬打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拦住 对 这个球不如呢 就是轻掉锅网 中国队的大力跳发 对方一串也不是很到位 但是这次中国队虽然说是篮往篮了一下 但篮出了界外 就这种球呢 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对 关键你要减少自己的一个无谓的失误 对 就非受迫性的失误 中华台北队的防守真不错 这个时候应该是打在了网袋上 对了 发球的十一号 余大尾 余大尾的发球呢 直接出键 送分给中华台北 第四局的比赛 三比三 好球 这个球难度也很大 还是先从 你看 这个他上去以后 这个球在后边 他能够利用腰幅的力量 能够打过去 而且落得很好 毕竟啊 这些老队员呢 身经百战 对 在比赛当中呢 可以根据场上的这个不同的情况 做出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和应变 对 这局的比赛很关键啊 虽然中国队之前呢 是2比1领先 但是要知道 往往领先的情况之下 很多球队都容易犯这个放松的毛病 对 而且排球比赛又是 一旦你给了对手一口喘息之机 他可能就会 把这口紧紧的一丝气息 变成最后的胜利 对 我们看到中国队在通伊朗队的比赛当中 在2比0领先的情况之下 让对手连班三局啊 上野逆转 现在发球的12号沈穹 老将沈穹 81年出生 还是郭鹏受胖 没有过后排进攻 其实呢 郭鹏跳完第一次以后啊 那个后排进攻的还可以跳 就没有这个习惯了 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不管是进攻还是拦网 都是一锤子买卖 对啊 但实际上你 跳完之后 你再接着起跳 什么还能有这个好的作用 对啊 很多那个 有时候一些拦网好的人 你时间掐 你第一个跳 跳我对你的脚 你再跳那时候我同样跳 你都可以拦住 这一次的二传啊 是充分的 把这个排球球网的这个宽度利用了 对 从二号位传到四号位 出手很快 打到里面 篮网那个人还没跳 你看看跳了没有 还没出手 哇 这个力量太大了 打了中线 却喊拥义就拦着了 这样中华台北队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呢 就是率先进入到技术暂停 我们看看前面三局的比分 二十五比十九 二十五比二十一 二十五比二十 那 这样的一个分叉呢 还是比较接近的 对 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呢 中华台北队比小组赛那个时候啊 发费水平很高 当然跟中国对那个 他今天打的地球是很好 中国对篮网对他那个威胁 有威胁 但是篮到的球 篮死的球很少 到目前为止 篮网 才一共才拿了四分 他也拿中华台北也拿了四分 就是在小子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那些优势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并没有表现出来 对 就是大家在上面呢是持平了 哎呀这个球 这应该是老将三号原制啊 这个心理有变化了 我就说心态有变化了 想轻打 轻打想轻打是对的 但是动作没完成好 现在陈平换上场 中华台北队现在领先两分 还是轻打 对方垫起来 不容易吊死他 我跟你讲 好 二号位的进攻 这个还是在于二传手这下吸引了对方的这个篮网队员 嗯 对方以为你还是要对四号位进行签勾 对了 他那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 结果一半个二号位有一个失误 第四个了 这个果断了 嗯 给的也果断打的也果断 都没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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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